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求 今天咱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 关注一下女排的队长朱婷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东京奥运会归来之后 关于朱婷的话 大家更为关注的是她的一个伤势的恢复问题 尤其是接下来的治疗方案一直是受到大家的一个关心 但是朱婷依然是强行参加了全运会的比赛 尽管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 朱婷是没有能够出场 仅仅是象征性的就是代表荷兰女排出政了全运会的比赛 但是也有很多球运觉得这样做的话 是不是会让朱婷耽误到之后的一个治疗时间 那也会大大延长她的一个恢复周期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即便是在全运会结束之后 朱婷也没有着急的去做手术 这引起了大家的一些猜疑 那朱婷究竟是怎么想的 那之后的话朱婷其实是给出了一定的回应 她表示这次的手术 其实自己的伤病并不是特别的严重 但是疾劳成疾就是一个老毛病了 所以她这次想处理起来是要更加的谨慎一点 那么今天朱婷也是最终做出了一个官方的决定 那么将会决定向国外去进行一个手术 治疗恢复的话 正常的周期媒体预计可能会在半年到一年 那我认为一年的可能性相对会更大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朱婷应该说用了差不多四个月的时间 才决定出最终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这说明她是非常小心非常谨慎的 那说明她是非常想彻底的将这个伤病给治疗好 第二 此前她在接受这个媒体个人专访的时候 也表示过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再打两届奥运会 那届时的话朱婷是不到30岁 能够撑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她想将这个商品给彻底治疗好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加有利于延续她的治疗生长 所以综合这两点考虑吧 一方面是处理的比较谨慎 另一方面是对未来有一个非常长期的规划 那么将会很有可能 对于这次治疗显得会非常的谨慎 那也不会强行的付出 我们知道排超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那朱婷的话也是没有报名此次的排超联赛 在正式确立了治疗方案之后 那朱婷也将会尽快的进行一个手术 然后等待这个漫长的恢复周期之后 重新实现王者归来 不过这个决定对于长期来看 中国女排肯定是非常有利的 那短期来看的话对中国女排并不是特别的有利 因为中国女排将会在明年 就是2022年有两项非常重要的比赛 那一个就是亚洲杯的比赛 这个还好 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9月份的女排世锦赛 那女排世锦赛的抽签也将在近期举行 中国队将会分到一个什么样的小组 是备受关注的 我们知道通过东京奥运会的比赛 我们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 作为中国对绝对核心的朱婷 那么对于中国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如果没有她的话 中国女排肩要在世锦赛上 染指冠军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而世锦赛也是 郎平和朱婷这对黄金师徒搭档 自从联手以来 唯一一个没有染指过的世界三大 像比赛的冠军 其实对于这届世锦赛 我相信朱婷还是能够非常期待的 但是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朱婷对于这个伤病 非常非常重视的情况来看 估计她不会 仅仅9个月就进行一个强行复制 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对于朱婷来说 如果说伤病能够恢复得过好 她自己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个 未来的这种备战计划 要征战两届奥运会 那至少意味着 即便错过了这届世锦赛 那还有一到两次世锦赛的机会 可以让朱婷去冲击 那么实现球员时代的大满贯 对于她来说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咱们说了 即便是撑倒路上届奥运会 那朱婷也不过才30岁而已 还是能够处于一个 巅峰期末尾的一个状态 那以她的绝对实力而说的话 绝对有机会像朗婷一样 实现球员时代的一个 三大满贯 世界杯式竞赛 以及奥运会的爆揽